而中国大陆最近就掀起了一波周杰伦风潮 许多人争相模仿周杰伦 原名绰号叫做黑伦的网友在网络上爆红 网络上还有百万粉丝 最近他甚至还开了演唱会 传出家常最贵的票价大约是新台币一万七 不过奇怪的是居然越后排票价越贵 来看看是为什么 深情演唱金曲还和台下粉丝互动 歌迷瞬间大暴动 但他真的是周杰伦本尊吗 我原来永远组着对白 组着我给你的伤害 镜头拉近是不是哪里看起来怪怪的 因为他根本不是周杰伦 而是山寨版黑伦 我是歌手黑伦 5月17日我将来到小Live House成都店 红道还开了个人巡回演唱会 每次登台服装造型完整还原 动作神情也都酷似台湾天王周杰仁 我爱做些不是你别的温柔 不再在一半的寂寞 抢不到本尊演唱会门票 不少网友直接开抢山寨版 但这网路上市出的票价可不便宜 最前排大约台币2600元 中间位置约5600元 最后排差不多8900块 最贵票价值比2万块钱 而且越后面还越贵 网友笑称可能坐后面越模糊 跟本尊长得越像越能深还原 山寨版周杰仁大爆红 从一开始经营抖音 现在直播平台开唱 拥有超过百万粉丝 现在不仅开各场 就连最高票价都超越本尊 但仍有不少人愿意掏钱力挺 这山寨风潮还真的让人看不太懂 记得最后报道